女孩正在打扫卫生 忽然听见头顶楼板有动静 她通过一个破洞发现楼板上面是一只浣熊 她开心地拿出坚果头位浣熊 并伸手抚摸它 忽然一只手居然搭在了她的手上 吓得她缩手直接坐在了地上 女孩真一是家里老二 她告诉哥哥杰克和弟弟比 阁楼上父亲还活着 刚摸了她的手 杰克听完只是说她出现了幻觉 没人可以在断梁封闭的阁楼存佛七个月 但家里却频繁出现诡异的事情 他们蒙上家里所有的镜子 因为照镜子会出现非常可怕的事情 一天 最小的弟弟汤姆玩耍钟不小心摔倒 旁边衣柜镜子上蒙着的白布滑落了下来 汤姆吓得用白布裹住自己 蜷缩在了窗台 他露出一只眼睛 看到镜子里自己居然站了起来 还变得非常高大 汤姆吓得约了过去 又过了几天 律师找他们收税 因为没钱 看着杰克发愁的样子 比利决定偷偷去拿阁楼上父亲装钱的铁盒 阁楼的门已经被砖头砌住 他从屋顶烟囱爬了下去 眼着火柴 微弱的光线下 他看到了浣熊的尸体 还有鲸鱼水的铁桶 然后就找到了那个铁盒 不过正当他准备走的时候 却看到一个四人又四鬼的东西 哗然了一根火柴 吓得他赶紧往上爬 那个东西也冲过来扯他的绳子 他割断下面的绳子才对以逃生 受伤的比利告诉大家 父亲还活着 受伤回来的比利告诉哥哥和姐姐 被他们关在阁楼上的父亲还活着 他靠着喝雨水 吃各种小动物 已经在封闭的阁楼活了七个月了 哥哥杰克听完崩溃的晕了过去 恍惚中记忆也开始涌现出来 父亲是一个抢劫犯 还经常家暴他们 他们出庭指证了父亲后 躲到了这处偏僻的宅子 没想到父亲居然能越狱 而且又找到了他们 为了保护弟弟妹妹 杰克把他们锁到阁楼上 自己出去和父亲谈判 父亲果然又动手 扭打中 杰克用刀刺中了父亲的喉咙 但只让他失去了说话能力 并没有致命 父亲掐着杰克的脖子 把他从高处扔了下去 然后 阁楼里的弟弟妹妹 就听到父亲开始砸门 但没有砸开 不过他很快找到了别的入口 从楼顶的烟通爬了下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衰晕的杰克醒了过来 他赶紧跑回家 但不管怎么喊 阁楼里都没了弟弟妹妹的声音 有的只是父亲 被割破的喉咙 发出的呼噜声 明白弟妹们已经遇汗 内疚痛苦的他想要饮淡自尽 但就是他听见了旁边房子里有声音 过去查看居然看到了 弟弟妹妹都还好好的 他开心地领着他们下楼 但在楼梯对面的镜子里 却只反射出了杰克自己 没错 悲伤过度让他开始人格分裂 他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罚碎了镜子 决定和幻想中的弟弟妹妹生活下去 所以第一段里面 他和弟妹们的生活 全都是他自己分裂幻想出来的 这时候 律师上门收钱来了 他喊杰克没找到人 就在房子里转的时候 发现了封着的阁楼 他找来一把大锤 砸开了气质的砖头 律师砸开阁楼的门 他并不知道 这里住着一个四人四鬼的恶魔 先是一股恶臭 差点让他吐了出来 寻着臭味 他看到了角落盖着的破布 他捂着鼻子蹲下掀开了那块布 布下盖着的正是杰克死去的弟弟和妹妹 同时 楼下杰克的女朋友也找了过来 他在房间发现了人格分裂加重 正在自言自语的杰克 虽然处在严重的精神分裂中 杰克潜意识还是感觉到了危险 他大骂让艾莉快走 艾莉来到外面正在哭的时候 听到了阁楼发出一阵声音 他发现了被砸开的阁楼门口 走进去也吓了一跳 他撞着胆子上前盖住了地上的尸体 又听到里面好像有人发出的呼噜声 他小心翼翼走过去 发现是受了重伤的律师 脖子已经被划开 他喊楼下杰克帮忙 杰克害怕不敢面对 他又问律师是谁干的 律师没法说话 用眼神示意 等他再次伸头查看 又看不到人影了 他接着喊楼下的杰克 杰克依然不敢上去 艾莉壮着胆子站出来 让对方现身 对方人不忍鬼不鬼的样子出现后 正是被杰克关在阁楼七个月 没死掉的父亲 艾莉绝望地接着喊楼下的杰克 为了自己的爱人 人格分裂的杰克 转换成了狂暴的人格 楼上艾莉已经被掐住脖子 在艾莉快要昏死过去 千军一发的时候 杰克拿枪冲了进来大喊助手 父亲转身看着他 杰克这次毫不犹豫地开了枪 影片最后 医生嘱咐艾莉 一定要让杰克按时吃药 艾莉虽然满口答应 但拿回家的药都被艾莉收了起来 镜子也重新装上了 户外的长椅上 艾莉送给杰克一张照片 杰克看到照片 抬头望向远方 艾莉循着方向望过去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她明白杰克 她让杰克陪他们待一会儿 亲吻了杰克就走开了 杰克抬头再次望过去 弟弟妹妹在那边 很开心地和他招手 低头再看弟弟妹妹们的合照 杰克终于露出了笑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